花花草草皆有情 他们也有自己的传说故事 这集介绍的是 一束黄花坠人眼 微风轻浮若阴缤纷的黄林木 黄林木是巴西国花 别名黄花枫林木 每年三到四月是黄花枫林木盛开期 开花时没有叶子陪衬 满树流金满眼灿烂 尤其在阳光照耀下 一股清新植入心底 让人心旷神怡 晃掉所有烦恼 可惜它的花期相当短 只有时余天时间 所以那一片灿烂的黄 稍纵即逝 弥足珍贵 黄花枫林木的高度 可以达三十五公尺 是一种大树 对于只能盆栽种植的我 当然是没有种植的经验 可以分享 所以这一集 我很负责任的只分享故事 没有分享如何养殖的篇幅 黄花枫林木的花语是 再回来的幸福 再回来的幸福 让我很直觉的就联想到中国的传奇网红 李子柒 这一集就分享她的故事吧 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丝人数超过1700万 她因以古法风格形式发布原创 美食影片而被人熟知 火到连外国人都很喜欢她的影片 可她的风光成功背后 其实有一段相当坎坷的过去 不幸的童年 非常艰辛的漂泊生活 逆转人生转类点 在别人看来 其实是人生另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 她内心的存效 与善心所积累的福报 让她在对的时间 燃起了灿烂人生 仅用三年的时间 就从一介数人摇身一变 成为身价过亿的网红 李子柒的故事 李子柒本名李佳佳 于1990年出生于四川绵羊 一个农民家庭 两岁时父母离异 她则跟随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 六岁那一年 父亲意外去世 她跟着继母过日子 没了爸爸的呵护 继母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她 十分排斥 李子柒的噩梦开始了 她成了家庭主要劳动力 从洗衣做饭 干农活 到打扫家务 通通包办 稍有干不好 就会被继母打骂 有一次 她实在太累了 就脱个懒歇一歇 结果被继母发现了 居然抓着她的头发 往水沟里按 她不知道喝了多少脏水 头被撞了多少次 正好被爷爷奶奶瞧见了 爷爷奶奶心疼难过 便将她接回了村里老家 一起生活 爷爷做过相处 赛于农活 也会编制足气 邻居有了红白喜事 都乐意找李子柒的爷爷帮忙 而在爷爷做饭的时候 她便在一旁打下手 此外 李子柒还曾和爷爷一起做木工 陪奶奶做饭 庄稼成熟时 她也会下地干活 在耳濡木染下 她学会了许多技能 没想到 这些生存技能 铺垫了往后 改变她一生的契机 和爷爷奶奶 生活的那段日子 她拥有很快乐的童年 可是好景不长 在她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爷爷去世 奶奶开始独自抚养她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为了养活奶奶和自己 14岁的她 终于决定辍学到城里打工 可她没有学历 没有人脉 出到城里的她 吃了很多苦头 为了谋生 她在城市中漂泊 其间 她露宿过公园的椅子 也曾连续吃了两个月的馒头 迷茫的日子 她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坚持多久 但是一想到无依无靠的自己 也只能咬牙苦撑 在八年的漂泊生活 她做过饭店服务员 一个月的工资 只有300元人民币 她也做过洗碗工 传菜员 之后 她开始学习音乐 并继续在城市中打拼 2009年 以此期 找到了夜店DJ的工作 她坦言 当时也没特别喜欢音乐 只是因为工资高 挣到钱 就可以给奶奶寄过去 就成为一个混迹夜店的DJ 她在风花雪月的环境中 生存了六年 在世俗的眼光中 她应该早已丢失清纯的本质 迷失在城市的诱惑 变成拜金女孩了吧 可是 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虽然这份工作工资高 但 她内心 也早已厌倦了夜店里的噪音 和此最精明的夜生活 可是为了生活 虽然很讨厌 她也都只能忍耐 她一边期待能改变生活 却又觉得无路可逃 老天爷似乎 对李子柒起了怜悯心 给她机会 推她一把 在她22岁那一年 她的奶奶生了一场重病 需要人照顾 孝顺的她 害怕再也见不到奶奶 匆匆忙忙的 辞去的工作 断然的放下城市的一切 飞奔回奶奶的身边 从此 她留在奶奶身边 种花 种菜 养养鸡 回归自然安静的生活 她深刻感受到 再回来的幸福 感慨的说道 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 但是 现实生活 还是需要有收入支撑 为了生活 她在当地开了一家 淘宝网店 贩卖家乡农产品 但是生意很清淡 为了宣传店铺的农产品 李子柒接受了表弟的建议 开始接触视频领域 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 在摸索一段时间后 一直对传统文化有兴趣的她 开始 拍一些自己真正拿手的事 用爷爷招的技能 结合美食烹饪为影片题材 可是她学历不高 对电脑知识有限 更不用说影片剪辑了 一开始 只能靠傻瓜式的手机软件剪辑 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她就需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剪辑 拍摄的设备也很简陋 她的视频虽然创意有余 拍出来的视频质量却很粗糙 缺乏构图美感 剪辑简单 她边学边改 为了追求她心目中的理想画面 两秒钟的视频 她都可以重拍几十次到上百次 那个时候的她 发布的视频没有什么流量 关注度也不高 她只能靠存款生活 虽然没做出什么成绩 她仍然不气馁地坚持耕耘 她曾独自一人抱着三脚架 跟相机爬山上树 为了拍摄特殊的角度 家里的大小板凳 盆盆框框都拍上用场 冬天 为了拍雪景 一个人爬到海拔2000米的雪山山顶 零下十几度 还要徒手调整镜头角度 只为了拍一个十几秒的雪景 她可以在雪地里冻上七八个小时 不断地调整画面 坚持做到最好 她的认真情分 坚持不屑 终于等到发光的时刻 在2017年 她发布的蓝州牛肉面 一系火红 影片中 熟练的拉面动作 专业的剪辑 虽然全片没有对白 却火红 全网络 在千万网红中脱颖而出 视频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不容忽视 她花了一个月 拜师学艺 每天练习拉面拉到手栓 一个拉面的镜头 拉了两百次 废掉的面团 足足吃了半个多月 从资料收集 文化了解 练习拉面 拍摄到剪辑 她花了整整三个多月 独立完成 最后 呈现给大家的 只是短短的五分钟 高质量的视频 如此用心的制作 即使隔着屏幕 也能感受得到 视频走红后 随之而来的 是巨大的民生 与收益 虽然 努力未必能够成功 然而 要成功的背后 确实必须付出 努力与坚持 如果你正走在 实现梦想的路上 希望李子柒的故事 能够激励你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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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